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早安 我们今天就check out啦 然后现在呢 等大哥的车 因为我们包了车要去南投 今天呢他们又送了套餐来我们的房间 真的是超级精致的 昨天是中式 今天呢是西式的 好吃 现在上车了 然后我们现在第一站是 龙猫车站 然后大哥在那边先来拍个照 对 没错 我们就是要去拍个照 所以 待会见 我们现在到龙猫车站了 我开始以为他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结果是在法路口一转进来就是 龙猫无脸 就这样而已 好快咯 我们来这里就五分钟就解决了 因为真的是来拍拍这个龙猫 然后看你出来 巴黎的肚子 现在怎么 哈喽我们到妖怪村了 我们好像很早到现在才十点 很多店才开 这里呢走一走就会看到妖怪 走一走就会看到妖怪 当然啦它叫妖怪村嘛 他们的招牌呢都有每一只 每一只妖怪 冰淇淋都有妖怪 冰淇淋都是妖怪 很好很好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现在呢看到的是妖怪 应该是火车吧 然后它讲在维修中 然后大家看到的日期 还需要维修一百年 2月有31号的嘛 大家看看 后面呢这里呢 比较有森林的感觉 前面呢比较城市 后面就很多树木了 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吧 它的桥呢是骨头式的 有用骨头拍成的桥栏 然后有那个日本的感觉在这里 我们下来看 就是在我身上 最后的一切 空来的 要给大家看 我们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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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市的景点哦 这种小景点你不要享受人来 这么不够时间 好甜好甜 好吃好吃好吃 忘记戴帽子 我们现在人在日月潭 我们本来是要去那个码头那边踏船 可是大哥说呢 因为码头的船不会来到这个点 所以呢他先带我们来走走 好贴心啊 然后这个view看下去呢真的是超美 我们到日月潭了 然后买了两张船飞 现在要上船去游湖了 上船了上船了 旁边又是海 它就是阿婆茶叶蛋 现在呢要去找阿婆茶叶蛋 来这里不吃这个好像不大型 走 这一层的旅程就已经结束了 目的找到了 好不好吃哦 好吃耶 好吃耶真的好吃 这就是真的是好吃 好想多吃耶好想多买 等下我们再买 好好好 里面那个茶叶蛋太好吃了 我们又买了十个 今天的无餐完餐就吃蛋了 又下船了我们来到第三个码头 他们这里有一个广场 然后有他们的台湾的其中一个民族在参加啦 两个小夫妻在这里坐着吃茶叶蛋 其实这里看起来会比上一个码头比较多东西逛 上一个码头呢就是为了去吃茶叶蛋而去的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进去逛逛 刚来的时候呢大哥就有介绍说 在这个码头呢有很多山猪肉是要吃的 因为一进来呢真的是有看到很多 就是以山猪肉来做题材的食材 然后我们走了逛逛 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 山猪肉串 我们先吃看看吧 好硬喔 可能山猪肉就是这样硬的吧 不错吃不错吃 这些不够热 买了这山猪烤肉算是不够热 继续 我们又吃了现在呢吃香蕉 然后过后看到一个叫焦焦着了 然后就被它吸引了 跟你不一样哦 炸的香蕉 它外皮蛮酥脆的 跟我们的本地的都大一样 蛮甜的它的香蕉 怎么啦 现在呢有点累了 然后我的猪猪累了 我也累了 我有点消痛 现在呢我们坐多一下子 然后休息一下 在这里观赏它的那个美丽的风景 然后我们就要回去了 下一站呢是清净吧 希望会很冷吧 因为这里呢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冷 所以希望清净会比较冷 现在我们来吃晚餐 然后大概带我们来吃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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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了一个小时上山过后呢 一开车门呢就感觉到超级的冷 然后爽啊 然后冷冷的天气吃火锅 等一下我们看看我们吃什么 我们点的是小两口的双人份 就是甜蜜份的 就是两个人一起吃一份 然后它会附送那个蔬菜骨 可是问题是 它蔬菜好大桶 真的是好大桶 怎么吃得完咯 我们吃饱了 看出来的火锅呢 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东西 就是呢 我们其实点的是双人套餐 可是呢它来错了 它先来了一份单人份的 然后过后我们吃着吃着 然后它才发现原来它上错了 过后又补上了一份给我们 才补上了真正的双人套餐 所以总共呢我们其实是吃了三人份的 所以我跟老婆呢都吃得很沉 其实是不错吃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如果这是有来台湾的话 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民宿 在清静山上面 我们的民宿叫 景圣度假山庄 这是它附送的扑克牌 它的民宿呢是很复古的 周围呢都是用木的 大家可以看到周围呢都是木枝的墙壁 然后现在呢我们把行李放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下去山庄附近 看看有什么可以逛逛吧 Let's go 好我们回来了 本来呢是打算下去逛逛的结果呢 被大哥抓去唱歌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唱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现在十点了 再洗洗睡啦 好今天就这样子先 我们明天继续 好再见 晚安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一个叫做古昌宫 这是当年1999年的时候呢 地震了然后整个庙倒塌了 然后过后他们现在走路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一楼呢这一楼 其实是二楼耶 由此可见呢地震的可怕 真的这里是二楼耶 你能想象那个一楼整个倒塌 今天在地面里面真的好夸张